哪一个男生会让爸爸满意 所以我才问嘛 不管是谁来都不满意 怎么配得上我女儿嘛 开玩笑啦 没办法 终究会出现的啊 很正常很自然 我也曾经伤过其他不少爸爸的心啊 哎呀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哇 我今天好像做梦一样 真的 是我们有史来请过最大咖的来自 而且你们又会 随着节目的成长 你们请的趴数会越来越大 对 其实可能说最大咖 但是我保证是话最多的来宾 哇 那我现在可以躺着主持就对了 通常我们是要介绍来宾出来 你们还会讲话 没想到现在这两位 大家一听应该就会知道是谁了 真的 不要提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啦 对 真的非常欢迎永康跟佩珊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欢迎欢迎 大家好 谢谢官豪 谢谢丽萍 我是佩珊 永康 多多指教 真的我不能说 我是从小看你们播新闻长大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只能说是年轻的时候开始看 可以接受 勉强接受 我在来之前我还想说我要讲 永康哥 佩珊姐吗 免 不要吧 免 真的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继续叫佩珊姐 我就看接下来怎么访谈 有没有看书我知道 就是你要介意 千万不要 真的 我自己也不行 但不敢说职场啦 但婚龄我们真的是你们的数倍 你们结婚九年嘛 那我跟永康哥今年结婚是二十一年 哇 真的是大前辈 所以好啦 哥姐叫得过去啦 OK的 真的 那两位就是最近出了一本书嘛 这不是教养书 是的 开宗名义就真的是非常的 打预防针 真的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不是教养书 好 因为呢 其实这么多年来 很多出版社一直找我们发行书籍 可是我们都觉得 在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成长 还没有真正到一个人生的阶段的时候 不能出书 否则出书呢 都是被人家打脸用的 对 那一直等到了孩子已经介满了二十岁 两个人都成人了 我老大是二十 然后儿子是比较小的那一个 今年也十八岁了 我们觉得人生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而且我跟永康依旧是快乐的爸妈 没有被折磨成不成人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 可以出书了 那为什么说不是教养书呢 因为感觉说这是教养书的话 里面就要有些规则 比如说三个法则 五个心法 八个教条 十个不要忘记 二十个好习惯 不就教养书都是这样子吗 就告诉大家什么使用守则 对 但如果能够看一个使用守则 你就很厉害的话 那你就看守则就好了 对 我看了郭台铭的字段 我都没有变郭台铭 我跟老实说 我看了就是以前 就是刚永康做那样子的书啊 总会觉得自己好 感觉更没用了 我真的做不到那些 会很挫折 我真心讲 对对对 我同样道理 因为我常常看一些金科玉律的书 告诉你几个 尤其是投资理财那一种 告诉你几个 什么心法 对对对对 看完以后就觉得 啊难怪都别人会赚 我都不会赚 真的啊 真的 然后我们去看过市面上的坊间 那些有关于 跟孩子相处的书籍 不一定叫做教养 那很妙 我们书里面有分享 佩山去做个试调 台湾类似这样的书籍 三分之一是翻译的 就是外国的 外国的人家的什么 什么日本妈妈教你什么 做便当之类的 然后再不然就是一些 另外有三分之一是 可能是心理医生 可能是 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或是专门是 教养的老师 教育学者 他们写的书 那还有另外三分之一呢 就可能是真的是 比较分享教养 但是学龄前居多 对 十二岁之后 我觉得一 可能爸妈已经放弃 放弃躺平 放弃治疗 他就是经历过的 那个青春期的爸妈 也觉得算了 也不用写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感觉市场上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 那我就跟佩山想 那我们就写一本 跟孩子有关 但真的我们也不是专家 所以我们不能是 写教养书 对 我们就把生活当中 很多跟孩子相处的故事 分享出来之后 再讲我们的故事 结束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那样的状况 对 希望从每个事情当中 跟大家 讲我们自己本身的 处理方式之后 或许给别人一些启发 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使用的方式 ABC跟我们的EDF不一样 然后我们又是记者嘛 所以我们就写了 三十篇故事 然后把它编转成为 我们的独家报道 家庭的家 对 我觉得家庭的家 真的是非常的棒的 一个设定 就是这么多的故事啊 就是对我们这些 算是也不是新手爸妈了 但是总是会有很多 可以共鸣的地方 真的 比方说 冠豪你有什么样 很有感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很多教养书 它都会比较focus 在他们成功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你们 就是很坦白 你们会写出一些 就是自己的一些 挫败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 很有共鸣 你知道吗 写了这本书 是流了多少的眼泪啊 勇康哥喝了多少杯的威士忌 才把这二十年的教养心得 陆陆续续的输出 我们都是碰到跌倒的时候 才 其实很多经验 都是从跌倒当中学过来 或从错误当中学习 其实我觉得跌倒也很OK 你没有哪些跌倒 没有跟孩子冲突 你哪叫做 这个经历过当爸妈的历程呢 如果你孩子都 你永远都是只有生好棒棒 那也有点没意思 像你们书中有写到 错误就只是带解决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不怕让孩子犯错 犯错就家人一起面对 总会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每一次错误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成长 不过在我们的孩子犯错 基本上是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可容错的范围之内 比方说有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跟错误是有关系的 但是你们一起面对了 刚刚讲说会引发共鸣 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有那种 怎么说都说不听的 然后当然也有跟父母很多的冲突 你们经历过的 相信我 我跟永康都经历过 可是我们怎么去解决 我们就让孩子自己去尝试错误 自己去面对那个后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举例来说在我的女儿 国中毕业会考完以后 不是要填志愿吗 那到底要怎么样填 那个志愿的优先顺序 她我们的女儿跟我跟永康 就有截然不同的意见 那那时候呢 我们希望她就是就近 选家里附近的学校 校育也都不错啊 声誉也蛮好的 那但是呢 她却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她喜欢的 闺蜜 还有喜欢的哥哥姐姐 都读某一所学校 距离我们家是非常的远 所以她就一心一意 把那个学校非常的远 她就设定说 那是她的第一志愿 好 那我们在经过了好几天 好几次的沟通 都是挫败的 没有达到任何的共识 无效 那没关系 我们就让女儿自己去尝试 就是趁着 反正会考完了有一段时间 不用去上课 我们就连续给她 三天到五天的时间 让她自己从我们家 每天早上起床 出发上学去 而且我们还要精准的 计算那个时间点 从出门一课 要用line的方式 跟我们打卡 现在是几点几分 然后真正抵达那个学校 是几点几分 后来发现 如果她真的选择 这个学校来来回回 每一天她要花 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在交通上 太夸张 太夸张 这就是我们之前 说破嘴 她也不能接受的状况 可是自己体会了 好几天以后 她就自动放弃了 她自动放弃 她就觉得糟糕了 真的行不通 不但很容易迟到 而且真的浪费了 太多美好青春 在交通上 不值得 所以当她自己体认到 这个比我们说破嘴 冲突一百遍 都还有用的多 我在回想这个 愿意出这本书 我觉得有个比较大的 或许我们平常 每天过日只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周边的朋友 看我们觉得 很不可思议 所以我后来才决定 跟佩三写这本书 哪边部分不可思议呢 就是 一 我们的孩子到了青春期 没怎么跟我们顶嘴 没叛逆 没怎么叛逆 到现在我们家一家四口 还是我跟佩三 比较叛逆 两个孩子 比我们柔顺太多 怎么做到的啊 这怎么做到 别的朋友就觉得很好奇 你奇怪 你孩子怎么那么 怎么那么顺 另外就是 我们到现在 还跟孩子的关系 非常紧密 即便已经二十 儿子也快十九了 我们一家四口的关系 你说像朋友有 像爸妈 我绝对不会放掉 爸妈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是 一到了放假 有长假的时候 孩子想要跟我们 在一块去玩 我自己回想 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早就 怎么会想 跟我的妈妈出去玩 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在我们跟孩子 相处过程当中 做对了 或者是 有一些方式是OK的 所以让他对这个 爸爸妈妈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依恋 所以我们才出这本书 回答刚才 主持人提到 有关于我们到底 怎么样相处的一些 举例 佩珊举了一个 女儿的例子 我举一个爸爸的例子 好 儿子进国中 应该是小学高年级 进国中 那段时间 很多家长会觉得说 孩子不敢 给他学什么才艺 或干嘛的 都会三分钟热度 对 一下子说想要 这个一下子那一个 然后学下就不学了 对 我们坚比上呢 我们家是孩子 无才便是德 我们没有学太多才艺 但是我很注重 他们的运动 是 因为我跟佩珊 个儿都不高 所以我就觉得说 儿子要多运动 这个可能以后 还有机会 比我们高一点 你讲你自己就好了 干嘛扯我下水 这是必须的 你个儿不高 腿太短 干什么事啊 必须的 因为这样子就是 分担责任 所以 我们也不高 我们也不高 所以 所以那儿子那时候呢 我就想 参加 有竞赛类型的运动 可以养成他的纪律 对 或者还有那个 跟同财之间的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 到现在回头看 他们已经19 20了 我们家儿子 准时 守时间 懂纪律 这个是已经 反映在他现在的生活当中 非常的受用 非常非常的受用 真的 我根本从来没有 叫过他起床 那就是他在 高年期 我今天早上 跳起来起床 高年期跟国中 那时候进入游泳队 因为我自己大学 我是校队游泳队 那他当时也 几个同学 好兄弟啊 开始游泳 爸我想游泳 我说很累 我说 你要知道游泳 不是你现在想着去玩水 我想要去 我说你确定 我说你不能够 像什么其他 那个你之前 想要学电吉他 给我学个几个月 还不学这样 爸我很想去 我说很早要出门 你现在是 不只你要去游 你还把我砍塌下去 我要一早送你去 对 你确定吗 是 确定 我们就去了 对 我就真的 他们为了要不影响课业 所以所有的游泳队的训练课程 必须在七点半课堂之前结束 对 也因此时间往前推 他们大概六点多就 就要下水了 下水 果然如果预料 一开始很开心 有一段时间 被教练操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不想游了 就累 然后那个时间点 我就刚才讲 儿子 爸爸预料中了 但是他那段时间 就是要不要放弃的过程当中 一他开始跟同学去参加比赛了 团体的荣誉 让他觉得 应该要游下来 可是我真的是想赖床 那那时间点就变成是我 跟他到游泳池之后 我突然灵机一动 我看当时的爸爸妈妈 把孩子交给教练之后 爸爸基本上都走了 妈妈如果没事的话 就留在游泳池边 滑手机 滑手机 对啊 开始聊天 看孩子游泳 我就觉得游泳池那么大 他们只用两个水道 我说教练 旁边多了水道 我可不可以游 痒痒的 想要下去就对了 可以啊 我说我买门票 我买门票我也一起游 我买的用意是什么呢 我他们今天游的菜单 我就尽量跟着游 然后 所以每天早上水温我知道 每天多累我清楚 所以当儿子跟我 complain的时候 我要跟他讲 你今天所有经历的 我完全能够体会 他这时候相信你 因为你跟他一起经历过了 对 你不是说风凉话 你是真是真的 就像刚才佩珊讲的 他跟女儿讲半天 叫他选这个学校 没有用 你自己经历过之后 你就觉得 妈是有道理的 那爸爸跟儿子一起游 爸其实他不是光管我 他也游了跟我一样的菜单 他也一样 他后来跟我游完以后 他也去上班 所以他觉得 爸讲的话 他没什么好反驳的 所以他现在也就游了三四年 那段时间我觉得 对于他后来的人生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在于 自律 自律跟 那个守团体纪律这一部分 对 自我要求 像他现在所有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日子 都是用Google把它记载 从来都不会迟到 然后真的就做到了 我也不需要提醒过他 很好的决定 对 就是家里的这个时钟 是往前调五分钟 对不对 对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真的怎么可以 就是 就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让大家就可以 这样子设定的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本身是媒体人 时间管理是异常的重要 这个是有关于 我们这一个职场 能不能走得稳 走得久 所以我们不管自己的手表 或者是家里 甚至车上的钟 真的都是故意往前调 五到十分钟 对 必须分秒必争 是的 所以慢慢的这个习惯 也影响到孩子们 所以什么事情都会 比预期的时间 提早抵达现场 也给自己留一点点的 安全期去做应变 对 而且我觉得 我很佩服的是 你们的小孩 都不会熬夜苦度这件事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 就是真的都是熬超晚的 所以我们也 真的也长不高 而且也考不好 对 所以啊 你看这个事情呢 就不能怪在孩子的身上 这个事情应该是要来 反诸家长 是不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 尤其对孩子 学习成绩的这个过程 我们是不是能够 稍微放轻松一点 对 爸爸妈妈自己放轻松一点 我觉得孩子就会 比较健康快乐的成长 这不就是我们一开始 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吗 那台湾的功课压力这么大 我们是有一个做法 在我们家里头 能够让他们 最有效率的学习 就是我们把晚餐的时间提早 一般人家庭可能都是七八点吃饭 我们都是刻意提早到五点半 五点半就吃饭 因为他们胃口太好了 根本放学饿死了 怎么可能等到那么晚 我永远记得他小学第一天上课 回来跟我们分享 好兴奋 妈妈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是玉米汤 我喝了八碗 真的喝倒了 喝了八碗玉米汤 把学校喝倒了 多么自由奔放啊 对他们很容易饿 每次四点去学校接他们的时候 饿受不了 我妈妈就回来家里面吃东西 所以我们家是五点半就用餐吃饭 然后吃完饭 我们就会有一个亲子共读的时间 不好意思 插播一下 没关系 他们国中没有上第八节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妈我饿 太喜欢配三的料理 这个当然也是啦 我是新闻主播 也是那个煮饭的主 好主播啦 行动厨房 对啦 行动厨房 就是他们还蛮喜欢吃我的菜 然后我也觉得家里的餐桌就是凝聚一家人感情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五点半吃完饭以后就开始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 可是我们会集中在一张餐桌上完成大家的大小事 就我跟爸爸就打开电脑啊 处理我们的email 还有我们跟客户的对谈 然后做一些工作上的准备 然后就让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让孩子把功课迅速的写完 所以真的在那个准备会考啊 准备各式各样大小考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孩子没有一天是熬夜的 每天一定大概十一点以前 最晚十一点以前 国中 对国中哦 小学大概就九点半就睡了 对 都一定可以上床睡觉 因为他们自己也愿意这样的时间睡觉嘛 就没说了 跟同侪之间就是我想要再打一下电动啦 或者是我想要再看漫画什么的 他们很晚才拿到手机 然后我们也陆陆续续培养 他们不被任何一件事情捆绑或限制住 所以他们也没有手机的成影 也没有漫画的成影 没有这个影的时候就很容易跟他做分离 我插播一下 那个同一张桌子工作这个事情 我们家是很有仪式感的 不是说你做完工会就算了 不是 我们是吃完饭桌子清干净了 你那个从五点钟吃饭到 全部开始做功课 可能可以自己去梳洗一下干嘛的 但七点钟以前回到这张桌 到九点之前 你是不可以离开的 你可以上厕所 但你做完了工会你也不准走 你就要待在那个桌上 九点钟到了我们才可以下桌 包括我跟佩珊一样 那两个小时当中就是我们尽量也不开手机 那回email是OK 小朋友就做功课 你做完以后你必须坐在桌子上面 你看课外读物 你要预洗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要 躲进房间里面 不要太聊天 然后就做该做的预洗等等 因为躲进房间没用 我们房间里面没有任何的书桌 对 没有书桌 没有电脑 就一张床 你也不能带手机进去 所以你要所有完成的事情都在那张桌上面 所以他们日积月累 我相信功课就算不是顶尖那也不会太烂 因为你一天两个小时固定 爸妈就在旁边 然后你就是做完的工会你又预洗 预洗绝对比复习有用 对 而且我从来没有就是针对他们的成绩 处罚过他们 成绩不好真的没关系 但是就是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知道能够跟正 能够跟上这样就OK了 我是觉得我们那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自己我跟配上也不是超级自由生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要求孩子太厉害 尤其像我之前跟像洪兰老师 他们有做过很多教育的座谈 他那时候就问过我 永康啊 你们孩子有没有补习啊 我说目前没有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补啊 我说有啊你当年补什么啊 补联考的时候补数学啊 那你考联考最烂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数学啊 那你那么难为什么要补呢 我也不知道啊 大家都补啊 就是爸爸妈妈叫我们补啊 可是洪兰老师他们一个 他是做神经认知学的 他说他们是做量化去电脑扫描我们的大脑 你厉害的部分你就是厉害 你烂的部分你是好不起来的 这天生的是吧 你是好不起来的 去问你们的爸爸妈妈 哎呦 他为什么这颗这么烂 所以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受用 你的女儿儿子如果数学不好的话 你不能怪他们 对 很多原因是因为你不好 对 我就听了以后就讲 哎我适合 我适合 可是你们的 你们的儿子是数理高手 对他 他早是比较正面 我就一直怀疑他到底是遗传之神 他是我们全家最不合选的 我们全家都是文科生 只有他一个是理科生 但刚刚那个我要补充 就是说你以后在社会上 你是拿你的优势去跟人家竞争 对啊 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尤其学业我们认为就是 你要加强你最强的 而且最有乐趣的那个部分 你才会跟人家把差距拉开 对对 最弱的部分就OK啦OK啦 就要求不要太高 我就看开了后来 跟上就好了 对 我真心觉得这样的想法 观念一打开之后呢 豁然开朗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太早把孩子学习的兴趣 胃口给打坏 对 很多就是孩子对某一个科目不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 或者就真的不太想要学习 缺乏动机就是 因为压力 push他去做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本来或许有些胃口 但他就没胃口 对 我们当然不是一样吗 我们今天本来还蛮喜欢 做某项运动 但如果说你去被迫报名 参加比赛之类的 你就觉得好累 有耶 我自己就有一个例子啊 我小时候弹钢琴 总共学了八年 照理说应该是会很有兴趣了 已经投入够长的时间了 可是就因为我如果弹不好 我的那个钢琴老师 会用一个小竹棍敲我的手 就因为这个动作 打坏了我对钢琴的兴趣 就再也不学了 因为那是被逼着的嘛 并不是发自于我内心喜欢 而且反而会更怕犯错耶 对 真的 所以很可惜 对 像我以前我也是啊 我以前也是我阿姨教我钢琴 她也是会打我 可是我以前也没有很喜欢钢琴 可是是我自己开始爱上那个迪士尼的动画 所以我才自己去跟着那个 摸 对 那个时候才开始爱上钢琴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 打骂教育是没有用的 可是要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动机 很想要真的想要去 进入到这个领域 但我要先 要培养孩子学习的胃口 那个乐趣 我要自首一下 我也不是那么圣洁无瑕 从小就爱的教育那一种 因为我自己被打骂长大了 所以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大概在六岁以前的学龄前 我第一次当爸爸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样教小孩 所以打骂最快 所以我在他们六岁之前 我是会有动过手的 所以那个时间点 佩三一直觉得他很自豪 他从来没有打过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动物我在打 他都不用动手 所以我是负责 小时候我是觉得 他们尤其三四岁四五岁 小朋友跟这个动物很像 就是欠管教 我在那时候树立一些 父亲的威严 那时候我是有去 用管教部分比较多 但我的主张就是说 这个是需要调整的 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 真的是要随着他的年龄 还有他的学习做调整 当我们的孩子听得懂人话 就说知道大人怎么样 跟他可以有效的沟通的时候 就要停止任何的打骂了 真的就要停止了 那个打骂只会 让他会没有自尊心 然后他的人格 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 当能够沟通 能够讲得懂的时候 我觉得就要用 比较对待朋友 对待大人的方式 来对待孩子 但没办法 做那么好了 循序渐进 我都是碎面居多了 我很好奇就是 一个想要打孩子 一个就是主张不打的 那难道就是在打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吗 夫妻之间 至少我们两个人 对外 就是说对孩子的那个部分 是必须要一致的 我跟永康在教养上 或任何事情上 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们都会离开现场 到房间去讲 爸爸妈妈要先有 协调出来一个共识 才会出来面对小孩 才会出来打 没有没有 或者是说 决定要用罐子 还是用罐子 就是才会决定一个原则 因为你知道孩子 有一个很聪明的天分 他就是会钻漏洞 他知道哪里有漏洞 哪里钻 所以爸爸妈妈 在教养的态度 原则上一定是要一致 不能够让他们 有漏洞可算 我记得六七岁的时候 五六七岁的时候 那时候 佩莱就开始跟我讲说 他们已经要信小学 你就那个东西 打的部分就开始停了 绝对不行 我还是那时候 很难一下就收手 后来就调整 去罐站 还有我们家有一个 那个十字架的墙面 面壁思过 对 去面壁思过 我记得佩莱跟我讲 你可以如果真的 你觉得这是一样处罚 你就问一下儿子 怎么处罚比较好 那他会说 那打三下 说五下 四下成交 四下成交 之类的啊 类似这样子的 什么样的事情 会觉得应该要动手呢 那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父母亲动手 在我的部分的话呢 都是个人情绪 不是孩子的问题 是 是当天我的 真的情绪不佳 是 控制不住 然后 心烦 易怒 那 孩子今天错的 跟明天错的 可能内容是差不多的 但我今天心里好 就 就饶他一命 其实这个 其实是很不对啦 但我是人嘛 我是爸爸 也是有情绪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没办法做得很好 那佩莱比我要 理性很多 而且我觉得佩莱 很难得 是因为你从小 是被妈妈打巴掌 可是你没有把这个 复制 就是无意义复制 完全杜绝了 对 完完全全 我就是不要重蹈覆车 我在婚姻的过程里头 就是不断地提醒我自己 一定要把情绪压下来 你知道我们刚才分享 你要发脾气 那个只是人类的本能 但是你要把脾气压下来 那才是人类的本事 我要做一个有本事的人 而不是顺着本能的人 对 所以每次在有任何的情绪 或者是不开心 我会先把这个不开心 告诉孩子 说你这样做 让妈妈真的很生气 因为妈妈已经 都已经先跟你讲了 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可是你还是这样子做 然后会导致你有危险 或什么什么 我把这个情绪 用跟朋友沟通的方式 先讲出来 我们就有得谈了 有得谈了 双方都才有一个 凝聚共识 跟有进步的空间 真的 他这个部分是 我必须给他 五星按赞 真的很假的 获获好评 真的 因为他对付我的方式 也一样 就是他 对付嘛 对待 差不多啦 意思是概念一样 就是 他就真的有这样的本事 能够在最慎怒的时候 暂时逃离现场 去刷牙是吧 对 去刷个牙 刷马桶啦 用永康的牙刷刷啦 他真的 他这个可以真的在 最要爆的时候 他离开一下下 对啦 我会离开 我绝对不会带着火气 去面对 那个跟我吵架的人 那你在面对 你们夫妻的争执的时候 你也是去刷牙 也一样 我就先去刷牙 或者是束束口 让整个人这样 先清凉一下 冷静一下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会一直提醒 我自己说 我等一下出去 面对他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口出恶言 绝对不可以说出 让我后悔的话 然后呢 出去以后面对他 我也会先想好 几个应变方案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 争执的过程是什么呢 我就会给他三个选项 至少三个选项 想出手牌是不是 类似有一个 隐形的手板 然后上面会写 不然你选A 那再不然你就选B 如果真的不行 我们就选C 如果ABC都还没有 达到你的要求 你的主速 那没关系 我们再商量一下 能不能选出一个 D方案 火气已经消了 因为 好理性 因为这个 后来做决定是我嘛 我选 面子是我的 面子做给他 就说这些选项 是我出的 只有孩子来做选择 那我就OK啊 我就OK 就是让我选 我OK 然后就解决问题嘛 我要讲的是 跳过那个争执啦 直接找答案啦 后来孩子慢慢变大了 到了他们像 尤其是进到国中之后 我大概也慢慢进阶了 因为佩珊讲嘛 生气是本能 那有那个 压下来是本事 那跟佩珊结婚21年 总得学点本事 你也越来越有本事 他们大概 尤其是国中以后 那个比较 他们有 可能会有青春期的 想要顶嘴的冲动 是 那个时间点 发生一些 我开始见苗头不对 他可能 跟我要有摩擦的时候呢 我虽然不会像佩珊 逃离现场 就先抽离 但我会稍微 神游一下 另一种形态的抽离 他现在跟我要顶嘴了 然后 我练就成一个功夫是 我可以稍微 观察他讲话的内容 然后 神游的部分是在想 同样的情境 我在他这个年纪 一模一样的岁数 同样的情况 我是怎么样当年 对付我妈啦 想完一轮之后 就发现 眼前的孩子 很可爱 比你还要没有 断数太低了 弱爆 弱爆了 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 我觉得他们 要惹我生气 或者他们顶嘴 譬如说 我今天晚上 就是想晚一点回来 我就想跟朋友出去 夜游 或者是我要去 说要去夜店 但是我妈 不让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同学都可以去 我不能去 而且我跟你讲 很安全的 我也没有跟你 要多拿的零用钱 就是 类似像这样子 我会跟我妈 你会口气更冲 对 然后他是 我们孩子 可能是很委婉 说今天他们刚好 谁谁要 谁要去庆生 他一定会在几点之前 谁谁会带他回家 这样子 很细这样子 然后 如果我说no 他会接着说什么 然后他会说的话 我会怎么样 去跟我的妈妈讲 只要我又发现 他想的真的很 很仔细 很周全 包括我接下 问几点 谁也会谁跟你去 然后谁会送你回来 他都已经讲清楚了 我还不答应吗 真的 那我就可以 反正我会想一轮 这样的过程 就发现他们其实 就是比我 如果是 我是他的同学的话 我就是坏孩子 他是好决定 我觉得这种 换位思考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长大的嘛 所以你看 跟孩子有冲突 你就暂时性的 抽离一下嘛 一比较 你就觉得说 眼前的孩子 还是很乖巧 很可爱的啦 没那么面目可憎啦 那他们有没有 就是不想跟你们 说话的时候呢 比较少耶 后来我们也 也发展出来 另外一个沟通模式 我觉得也蛮好的 就是说 当言语 讲不清楚的时候 或者是当言语 会更刺激 更火爆的时候 你可以改传简讯 或者是 改写小纸条 你知道人 在思考的过程当中 你把它换作文字 就会更温和 更理性 你的头脑会帮你 过滤一下 这些字眼 不会像说出来的 那么火爆 真的 所以 适用于夫妻 适用于夫妻 也适用于孩子 亲子之间的沟通 其实任何一种沟通 我觉得这个都蛮适合的 当你过滤一下文字 你就可以选出 比较精准的用词 可能那个伤害性 那个裂痕 就不会这么的大 我经常为了要那个 跳出来的字要选字 还有字太小 花太多时间 就干脆不传 然后就没火气了 就没火气了 就干脆不要穿 对 但刚刚在讲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说 生孩子真的是一件 很美妙的事 就是你在跟孩子 沟通 然后看着他们的 种种反应 你不觉得自己的人生 好像用重新 给你的一个机会 活了一遍 对不对 我现在就KTV 都不用点能带金曲 我现在都可以跟着孩子 唱得很流行的歌 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喔 我现在没弄出来 我们也是都点那个阿妹 没有再过六年 你就可以开始 对 等到你们孩子进入到 也喜欢唱歌 然后也追流行文化的时候 他们就会 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你们 就给你们很多 output的新歌 打不赢就加入他们 真的 真的 三天三天对你来讲 还是新歌对不对 没有没有 对我国中的时候 还是广导之恋 我还知道罗广仲 罗广仲也说 出道应该有十年以上了吧 对 不过有一段时间 像我女儿非常流行 那个韩国的K-pop Blackpink 还有永康就 豁出去了 还跟他会热舞 来个几段 真的我有看到那个新闻 好想 然后那个时候 就赢得了我女儿 不少这个 认同的眼光 赢得了她同学的目光 对 然后同学觉得 哇你老爸好潮喔 你爸好open-minded 好开放喔 还好不是跳土风舞 别闹了 你说广场舞吗 广场舞 还没有成为 乌龚阿伯的那种造型 啪啦啪啦 所以那时候永康也很开心啊 他就说 人生没有用不到的经验耶 我当时在夜店鬼混 你看这个舞剧不错 全都用上了 对还可以跟我女儿 共舞一段 真的 那现在就是两个小孩 都在纽西兰 读奥克兰大学嘛 就是现在会不会 开始 因为有这种空潮期 已经好像有提前到来的感觉吗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在同夜里面 我跟永康算结婚的很早啦 心情不好 像是失恋 像是失恋 好像生活当中少了一些什么 因为我们一家四口感情 真的很紧密 到哪里都是在一块儿的 现在少了一半 但是也很好 就是我跟永康就会安排比较多一点 我们自己的半日游 就是夫妻之间一起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还有蛮多的啦 然后也要培养我们共同的爱好 那像他这几年呢 他就喜欢运动嘛 迷上了铁人三项 一年至少报个两场比赛 那有些运动我是跟不上的 但没有关系 我们都会想方法 比如说他跑步 那我就骑车 这样子我们的配速是差不多一致的 所以一样是可以共同的去经验 体验人生 真的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就是 孩子大了之后 好像就跟另一半已经没有话可以讲了 我觉得两会真的是非常 真的是模范夫妻的典范 对啊 我们在前几年 其实孩子去纽线来念书 这个决定是更早以前就决定的 只是时间比我们规划来得更快一些 没有想到 是在于本来说孩子 台湾念完高中去念大学的话 佩山不一定要前往半读 他就可以直接在学校住宿舍 也够大了 但是因为学制的关系 女儿到高一的时候 我们去理解一下两地的学制 可能有些学分无法做转换 所以对方的校方是建议 高中最后一两年 最好在当地拿一些课程 可以进入大学 比较衔接上没问题 可以帮你孩子省时间 所以我们就跟对方的学校 因为聊过之后 就一个家庭会议就决定 那他们就高一 女儿高一年完 儿子国中毕业就直接去了 所以佩山才需要 把台湾的工作暂停 去半读 那这个时间就刚刚好 头半年佩山经常每一个月 每两个月回来接点工作 看看我就很OK 后来谁想到碰到这个疫情 疫情一爆发 这个两地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边境封管 纽西兰政府有些 很烦的规定就对了 他要先订到那个隔离 旅馆的床 才能够按照他给你床的一个号码牌去订机票 要不然你没办法订机票 所以变了一趟往返非常的困难 因为床位数通常不太够 对 有的时候甚至要抢 那那段时间让我体验到 一个中年男人像我现在的岁数 工作OK 朋友 别人眼中觉得朋友你也多 兴趣也多 但是一个人住 独居实在是很难受 很寂寞 很寂寞 怕冷怕黑怕寂寞 是啊 我为什么开始会来去学冲浪 然后抱铁人 是因为他一出门 所需要的时间都很久 你要骑个车就四五个小时 要冲个浪去个宜兰 也要五六个小时 很累 车程往返回到家就直接倒头就睡 不会去东想西想 所以那个跟佩珊分开最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九个月没有见到面 那个我觉得真的不要 真心劝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夫妻分隔两地 因为挑战跟诱惑太多 诱惑是吧 真的 因为我们看到有类似状况的夫妻 通常下场就通常 不是尽如人意 跟原先设想不太一样 我们也觉得 这个不是当初的规划 也不宜长时间这样 所以后来孩子一进到大学之后呢 佩珊就回来了 我们就开始重新 见过两个人的生活 但我真心觉得 因为我们跟孩子关系非常好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 空巢期的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不好 就是佩珊会想要 三不时会想孩子 我当然也会想 因为她对我来讲 不光是儿子 也不是光是女儿 那变成是 反正你就觉得 有她在 我们以前的生活 就是每天从早上到晚上 很多时候必须要接送他们 或者是有些时间 是固定跟孩子要干嘛干嘛的 对 就跟你交个男女朋友一样 本来到周末的时候 就应该去看个电影吃个饭了 也没啦 那你现在要干嘛呢 你就要必须开始重新 自己找事做了 自己找事做 非常新的兴趣跟嗜好 把它填满 那时候他们在国外的时候 你们是多久联络一次 然后是怎么样联络的 随时想联络就联络 每天联络数次 对 就打视讯啊 就是视讯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 我们每一个礼拜至少会空出一天 然后我们四个人轮流当主席 来开家庭会议 然后就是排除万难 我们的工作也要就是找个空档 然后他们的学业找个空档 就是固定在某一天的那个时段 然后就line打过来 然后就今天主席开始来分享 就是可以指定人分享 你上个礼拜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有没有认识新朋友 发生了什么好笑的八卦 或有趣的事情 那下个礼拜的规划又是什么 有什么预备有什么大事 讲完了以后 这个主席就要帮一家四口 轮流做祷告 轮流做祝福 很像家庭祭坛 有一点 对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每一个礼拜持之以恒的这样做 也可以说维系感情 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参与 对方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 对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就是对于孩子的交友的状况啦 或是觉得 其实你交这个男女朋友 其实我们不是很满意耶 这样的状况发生过呢 哪一个男生会让爸爸满意 我才问嘛 不管是谁来都不满意 是啊 怎么配得上我女儿嘛 是不是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啦 对啊 但没办法 终究会出现啊 对不对 这很正常 很自然 对啊 我也曾经伤过其他不少爸爸的心啊 哎呀 这个走江湖总是要还的 对 但我很开心就是说 不管我的女儿交的什么男生朋友 或者我的儿子 现在的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 每一位朋友他们都是乐于让我们认识 我在纽西兰的时候他都会带回家 跟我们互相认识 然后都会跟我们分享每一天的点点滴滴 那更有意思的是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 我可以叫得出我儿女的每一位朋友的名字 哇 连他们跟我讲的小故事啊 家庭背景啊 哪一个科系的 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像我这次去纽西兰 跟他短暂团聚一个礼拜 我女儿还会邀请我 跟他的闺蜜们一起去逛街 然后帮他闺蜜们挑选生日礼物 他很开心也乐于 把我拉进他的生活圈 这个就是让我觉得说 做爸爸妈妈很有成就感的一个部分 就是可以一直这样参与孩子的成长 一直到现在还可以持续进行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蛮不容易的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们的朋友 然后得到我们的认同 然后其实你刚刚讲说 像我觉得爸爸这个心情真的很奇怪 我儿子交到女朋友 我就很开心 就是OK啊 他们要来家里吃饭都OK 但是你 我女儿如果要带男朋友 回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呢 像去年就发生这个事情 可以不要吗 第一次讲说不需要 来家里 不是一定需要嘛 然后搞不好我下次回来 他就不见了 也有可能啊 不一定要认识 结果女儿还是带来了 就是要吃饭 然后我也 当然来家里就是 当爸爸还是要 这个找待人家 做个样子也要嘛 对不对 基本礼貌嘛 对方确实比我自己20岁礼貌多了 然后吃饭认识 认识就认识了 然后在 我上一次去纽西兰 待了比较长 待了五六个月 吃了大概三四次的饭 对 最后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的心态不太一样 我会突然有一个转念就是 因为我要离开了 我要回台湾了 我还特别语重心长啊 谢谢人家 谢谢他什么呢 我们家女儿有时候晚上 跟她的闺蜜去比较远啊 干嘛 你要一定要 不管怎么 你要去把她接回 送回家 真的 那个 就我反而会谢谢她 保护我女儿的安全 对啊 贴身侍卫 对对 工具人 有时候当个工具人 也要当个称职 然后反而会觉得 我不在 女儿身边保护她的这段时间 这个男生 可以担任我那一部分的角色 我反而觉得心里面 谢谢 对这小男孩 觉得有点 觉得 不错 就谢谢她的感觉 这也是一种放手 不但是一种放手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这也是一种学习 所以真的在 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真的是 那个被教育的人 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在 自我反省 然后自我学习 做出爸爸妈妈 也是有成长的空间 有没有什么 特别自我怀疑 说为什么我要生小孩呢 我真的好累哦 这样的感觉 这个念头在我结婚之初 一直问了我自己好几年啊 因为你会很期待 当爸爸吗 我那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懵懵懂懂就当了 请问在婚前的时候 你有曾经想过说 你结婚一定要当爸爸吗 是有啦 有 对 那你有觉得说 你这一辈子当爸爸后 会觉得这是一个 一定要做的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我没有想太多 可是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是有反映出 我内心的惶恐 就我那时候 就是生完小孩之后 其实我是很不安的 所以我就一直疯狂的买东西 可是我是后来 什么东西造成你不安呢 就是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养好它 那你还买东西 你疯狂买东西 你是买给你自己的东西 还是买给他的东西 这很重要 还是买给太太的东西 我好惶恐 我必须买东西安慰我自己 对 我是一个很糟糕 对我很糟糕 我有走偏过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 就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嘛 然后但是生了小孩之后 我有一个更夸张的趋向 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是没办法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所以呢我只好 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感觉 所以一直疯狂的消费嘛 对 知道 至少可以控制这个部分 但是也是孩子救了我 就是当他上了幼儿园 因为那个幼儿园是私利的 所以忽然觉得 这个月的怎么钱快要不够了 对要开始控管预算了 不能再乱买东西了 还终于 对 所以这孩子也害了我 也帮了我这样子 太好笑了 我自己在婚前 我跟永康是截然不同 我非常不一样 我是绝对要生 我是很清楚就是 我要结婚我要生小孩 我觉得生孩子是 圆满我自己的一个方式 那永康是没有这种想法的 想当夜店咖 我对于父亲这角色 始终没什么好感 因为我自己单亲家庭 我的爸爸是很有爱的人 他爱我妈也爱很多别人的妈妈 所以我是在自己青春期的过程当中 是他们夫妻俩 就是我的父母亲是在闹离婚的时候 那整个过程非常不好 因为我是被当公聚区 要散养费的 所以这个 我 这个是我比较阴暗的部分 我就觉得 把自己顾好就好了 你何必生个孩子 然后把你自己很多负面的给别人呢 我自己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好 自己又何必去 这个影响一个新生命 所以一 我压根没想到那么早结婚 刚好只碰到佩珊 不想每天晚上把他送回他妈家去 家里面 他又是一定要结婚要生孩子的 我们在婚前有做 像现在说法叫婚前协议 那时候呢 我们就是彼此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访谈一样 我们是很深度的跟对方聊 人生价值观 三观正不正 合不合 那有其中一题就是 他觉得他一定要生孩子 那这一开始我是 我本来是喜欢不要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当爸爸 我觉得自己过自由自在OK 但是佩珊一定要 为了骗婚成功 我就勉强予以同意 好委屈哦 好委屈哦 他一开始要生四个 我是绝对坚决不赞成 坚决不配合 这样可以组个篮球队 彼此不冲 不错啊 我会疯 因为我希望过有品质的生活 真的 有孩子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然后二 我对父亲角色没有期待 三 我跟你一样 我没有把握会做好 所以我就觉得 会像电影当中 男生很期待进入婚姻要有小孩 那大部分是骗人的 我自己就我来讲 我是 我是觉得 想到头就痛 因为光是想到晚上要听到小孩子哭闹 去换尿布 然后 就头在烧 对 所以我对于进入婚姻当中 当担任父亲的角色是完全 没把握 没心心 不想要 但是配上药 那就必须要配合 所以我实不相瞒 我们进入婚姻是 一月一号请客 我们十二月十八号在教堂 然后一月一号请客 女儿十二月底就报到 太强了 年头节年回来 我刚才跟他们讲 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跟我们女儿出生是同一天 而且是自然产 配三坐完月子 回到办公室上班 第一个礼拜 又两条 感进度 没有同事都说 陈永康你禽兽啊 都不让你太太休息 这么快就又有了 两个是接连报到 所以我们进入新婚 到两个孩子生完 到开始不包尿布 那四五年 我追赶跑跳碰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的 所以我是真的没有什么 一开始要当爸爸的心 我甚至老二出生 上午十点半生完 十二点黄胆什么报告出来 医生说孩子正常OK 健康的 我就心里放下一个石头 下午四点我就结扎了 下午四点当天 免除后患 因为第二个 我就是两个结束我工作到此维持结束 这个我不知道是当天 当天 你看他多么展现他的决心 因为佩萨已经麻药要退了 我说下午四点要结扎 你现在头脑清紧可以签名了 因为当时男生要结扎 老婆必须要同意 他就签名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放心了 当情少 然后后来我也是一路学着当爸爸 但是我真心觉得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很愿意 为什么 前面是稀里呼噜 后面就想要激紧抓住不想放开 因为整个过程太美好了 那我觉得很多人当爸妈会觉得手忙脚乱压力很大 我是很感谢我有神队友佩萨跟我 配合得非常好了 就是不管在工作上面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也没请人来带孩子 我们就是双主播 为了孩子出生报道 我们就拆档不双主播了 对 变成一个播成间新闻 他播夜间新闻 拆开来就跟孩子希望我们自己带 因为孩子后来好或不好 没得抱怨 不要交给小辈 这个是绝对不能假守他人的 不能说生了孩子就是外拥的责任 或者是就是交给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甚至于交给老师 你就觉得没责任 错 这是你一生都要负担的责任 你说累不累 当人累怎么会不累 还好我们生的算早 但也不算早 因为你看28岁结婚29岁女儿就来了 正常年纪了 只不过在媒体圈我们相对算早 那时候体力也更比现在好很多 我觉得要生就提早生 不要再 我现在跟佩山回复过两人世界的生活也OK 早点生那时候体力好 我经常半夜播完新闻 一点钟收播 回到家两点洗个澡三点钟 我就偷偷的把孩子挖上床 佩山起来 我们就开车去墾丁 开到墾丁海生馆 早上九点钟就开始玩 孩子玩得高高兴兴 然后爸爸咪咪貌貌 然后等到12点钟饭店check in 我就赶快睡个午觉 下午4点钟又去沙滩了 我就这样玩过来的 那你说累不累 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累 但愿不愿意再来一次 非常愿意 对啊 还是乐在其中的 我们就这样子一天到晚就玩 玩得开心得不得了 一开始我刚刚讲的 心不甘情不愿 到了慢慢进入 五六七岁开始进小学 开始可以跟我互动以后 真好玩 就是开始跟你爸 开始可以跟你讲话 所以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咯 现在这个进度就是 他要享受 要珍惜 要珍惜 他还留在身边 因为我觉得好像身边的爸妈都会觉得说 现在真的好苦哦 小时候好可爱哦 可是就是不停地往前 然后他永远都觉得好像以前比较可爱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他会越来越不可爱 你要珍惜现在你讲一句 他可以回一句 以后你讲一句 他顶你九句 我告诉你 我要跟所有的爸妈妈妈 讲一句真心话 这句话也是从 我从别人那边听来的 但我非常感觉非常真切 今天张开眼 你要记住 今天的孩子是这一辈子 最可爱的一天 因为接下来每一天都会比今天差一点 开始走下坡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 就是当天是最好的 也确实啊 慢慢变大嘛 他就不再是你的孩子了 他是别人的男朋友女朋友 或是别人的 他慢慢进入不同的角色 但也没有关系啊 你看你因为生了孩子 你有了一个小朋友 接下来你有一个大朋友 他又陪着你在走了人生很长的一段 你经历的 他都跟着你一起经历 变成你的老朋友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慢慢长大过程 尤其像 儿子跟我共同的嗜好太多了 女儿的话就 相处的感觉跟模式又不太一样 儿子真的是跟我看他这样子 是走一模一样 我以前走过路 他现在就follow了 不管是体育啊运动啊什么的 我觉得很好就多了一个伴 讲儿子很好笑 他每一年写给我的母亲节卡片啊 都是妈妈谢谢你 给我穿 给我吃 每次都这样写哦 但是写给他爸爸就是 谢谢我的最佳好伙伴 他也是把他爸爸视为 他的人生最佳好伙伴 看电影也一起 然后打球 冲浪 游泳 所有的生活 他们两个都是可以玩在一块 有的时候太看得起我了 这是最高里赞 对 我觉得里赞太多了 可以不要 但真的太看得起你了 什么都找他一块 去年我回去的时候 他就很期待 把我接到给他的好朋友 他后来进当地的篮球队 他帮我带你去打球 我跟他同学 去跟他们的篮球队打球 我硬撑的跟他打了两场 回来躺了两天 他的朋友每一个都像一座山 不用太看得起我 有些老外根本跟一座山一样 对啊 疯狂盖火锅这样 撞上去 撞墙 山不动我已经昏了 但是孩子能够让你们 就是进入他的生活圈 我觉得很厉害 对我们是用感恩的心态 谢谢他们 真的 而且我觉得我也很佩服你们 对于他们的金钱观的建立 对像其实我们最近 我们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会怎么做 好你讲啦 好 就是我们的小孩 我们现在就是他现在国小一年级嘛 然后我们现在有给他零用钱 一个礼拜一百块 然后他就 用这个零用钱 他就去买很多他喜欢的糖果那些嘛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 反正这个钱就给他了 那他知道说 花完就没有了啊 这些感觉什么的 所以我们都不会去阻止他 可是他有一天 他忽然就是把他的这个买到的糖果 他就去在学校 变卖 变卖 这么有头脑 而且你知道吗 他居然是一个加倍加棒棒弹 你知道他卖多少钱吗 一个加倍加 成本是多少 15块 15块 那你卖30 他卖了131块 一根 对 这根本就奸商的材料嘛 我跟他们有一个意义 为什么会有一个意义 我跟他讲不是 不是他刻意说这个要多少钱 而是说他说这个要钱 然后后来他同学就是想说 因为同学也没有概念嘛 他就拿出了 诶 我里面的钱有131块 我都给你 全部都给你 然后他也觉得 哇 好棒哦 不动声色的收下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 就是会说 诶 没有那么贵这样子 然后我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震撼 想说你一戏致富耶 对 但是就是觉得说 他其实有生意头脑 我们不能够就是 直接指责他 但是又觉得有点心惊 万一就是老师知道了 或是对方的爸妈知道会怎么样 对啊 会投诉你们哦 对啊 但是我是两位遇到这样的状况呢 我觉得这是很棒啊 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教育 然后我会利用他这个case啊 好好的跟他讲 什么叫做成本 然后应该怎么样 定一个市场的合理的价钱 然后怎么样可以让这门事业 长久经营 而不是说只有一次 所以可以长久经营吗 是可以长久经营 但是你必须要 但是你必须要提出一个 合理的市场价格 如果比如说啦 我觉得合理的价格 你买15块好了 你定在20块 是合理的 那这样子同学以后都会愿意来跟你合作 跟你买 他就是心甘情愿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订了一个天价 根本不合理的价格 你这个生意到此为止 一次就没了 可以让他做一些学习 跟做一些选择 那会觉得这个年纪太小嘛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好像就尝试了这个部分 可是我觉得不会 但你要去问出原因 为什么他 他是不是有需要 他说我想要赚很多钱 我要跟妈妈一样赚很多钱 他对于赚钱这件事情 有热情有渴望 我觉得很不错啊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可以鼓励他 但是要合理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我会直接问他一件事啦 如果这个女儿真的跟我这样讲 我不会骂他 我觉得 我会先大笑 对 超可爱的 哇 这个比你爸厉害 对 而且我觉得我会教他更多东西耶 我会教他就是说 你从市场买来一个东西去贩售 到后来你要进步 你可以开发你自己的产品去贩售 所以是要规模化的意思 我会问 就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可以延伸 然后去导证它嘛 我会问女儿就是 你买食物 你买同学131 好 先不管你他最后买多少钱 就是如果说你是不知道的 在班上同学 有要卖这个糖给你 然后其实你之前去超市看过 这个价钱大概就15块 你会愿意花多少钱跟他买 对 他会可能会给你个数字 对 15啊 可是你15块买 他去买过来给你 他要跑路费 那加一点嘛 你会加多少 所以他帮你做了选择耶 你看看他回答多少钱 他如果回答100 那你会不会觉得太多 你真的会愿意花100吗 你一个礼拜应用钱才100块 你会花100块钱吗 他可能会给你个20 30 那你就可以跟他讨论 什么叫做合理理论 反正 每发生一件很特殊的状况 我就觉得家长要把握这个机会 跟他讨论 你要讨论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听出孩子真实的想法 那你要引导他 也就这个时候赶快介入才有机会 所以这时候父母的态度就是 如果他急着指责 或是急着阻断什么的话 那就没有后面的对话了 对对对 非常可惜 不要先责备 他要就卖1000块都不会告诉你 对 然后 就不要责备 我会先 开放性的讨论 我第一个就先问他会愿意花多少钱买 对啊 因为思考很好 这是一个很好方法 可能要去问老师 你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还是说下一次在原优会的时候 你可以专门卖这个 你可以跟老师讲说 原优会你有个摊子想要卖这个 但如果平常在班上 这样子适不适合 我觉得你必须要去了解 因为国有国法 价有价规 在外面我们红绿灯右转 是否被警察拦下来 对 为什么 因为不是你想右转就可以右转 对 所以你在班上要卖东西 你觉得想卖就卖 那不一定 人家老师的规定是什么 你要去问一下 你要问他是不是 就是像爸爸一样 缺钱缺成这样 好了 开玩笑啦 是是是 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 但我蛮欣赏你 我就真的要好好的聊 我蛮欣赏你他女儿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可爱啊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 是觉得很心惊的 可是我是非常佩服的 就是你还真有办法 但是后来也会想到说 如果说有其他人 是怎么样看我们的 这个部分 让我们有点稍微紧张一点 我想要更想知道的是 他用什么话术 让他同学把钱包钱掏干 他说我要 我要真的钱 你拿真的钱来跟我换 然后他就就是 东掏西掏对方就想说 那这我有这么多钱 就全部给你这样子 他说还有三十亿 但哪给你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的女儿 她是不动声色的收下了 想说嘿嘿 还不错哦 那个学生是男生嘛 是男生 跟他结婚 别了哦 那你这样就已经锁定对象 把对方当肥养仔了好不好 就以后就收了钱都淘给我 不行不行 我是其实相反 这种男生千万不能嫁 对啊 给别人的糖果 就被骗去了 对 一个糖果就骗 不过你要注意哦 也许下个礼拜啊 你女儿就会回来说 哎妈妈你帮我做一个蛋糕 好不好 然后你可能花了一百块的成本 给他做了一个小蛋糕 他把它分成十片 然后每一个拿去卖他同时 哇塞 都有可能 真的是一个方法 对 下礼拜他开始做五本生意了 我觉得真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当有一些 意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我们每天看新闻 都在跟孩子讲 分享我们的想法 机会教育 真的 每天看新闻 其实有太多可以分享了 这件事情换成是你 你会怎么做 对 那有没有孩子 就是他真的是 想法太异想天开了 觉得你们真的觉得 好像不是很妥当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样说呢 太异想天开 对 就是你怎么可以 做出这么的 离经叛道的事情来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有说过什么类似 这种 让你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还是都没有 我想想看 是可能因为我跟永康 我们的职业的关系吧 我们不会对太多事情 感到那么的讶异 因为看得太多了 然后真的就是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 及时地去面对解决 但是至少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一起面对 一起面对 一起解决 对 有商量的空间 就可以学习 真的耶 所以现在孩子 你已经判到 还是想case 好像没有什么 我们 就十分乖顺 也都ok 在范围内 像不是很多那种社会新闻 社会新闻那些 就是犯罪的人啊 他们常常一发生 就是很大的事情 然后很多人都想说 哇 他以前很乖啊 这样子 都是别人 都是被朋友带坏的啦 对啊 看到太多社会新闻 都是这样的例子 对 但是都 不会 我觉得因为我们 真的是跟孩子 相处的时间 非常的长 一点点小细节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察觉到 什么不对劲 那个眼神流露出来 对 所以应该不至于到 突然叭了一个大糠 让我们措手不及 对 那现在孩子正在国外嘛 那两个人就是 已经学会了放手 也要把对方的手牵起来 那在这个状态当中啊 就是有没有什么 让两位觉得 哎 好想要还是回到 孩子身边 这样的感觉呢 有个冲动 没办法 只能期待当爷爷 没啦 我觉得哦 学习爱是必然的过程 学习放手 也更是需要 就是你要懂得爱 但是你也要懂得放手 我们这段时间 就是观察了很多指标 什么时间是真的该 让孩子就是放手 放心的去 比如说 他们已经自己会 煮咖喱饭 会煮牛肉面了 是 会开车了 有合法的驾照了 然后遇到了问题 绝大部分也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了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要让他们放手 然后才会独立的更快 就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啦 我觉得那个 我们家是这样的 黑山是非常理智的 他是非常有条理的 我是非常情绪化的 一片落叶掉下来 我听到一个旋律 我搞不好就掉眼泪那种 好感性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孩子这么大了以后 我们会不会很想要怀念那时光 又想要在一起 无时无刻不在想 我都在想 那个时间点多 我们去那次旅行 再来一次 可是不可能 就算同一个车子四个人到那地方 感觉也不会一样 因为我跟佩太年纪不一样 他们的心境跟那时候跟我们出发也不一样 这不可能复制的 只能够每一次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创造新的一些体验 像好比说旅游是我跟佩太非常喜欢的 我们就可以在做一些新的开发旅游的地方 跟孩子相处 我们未来会有一些不同的模式出现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接下来12月份 我们要 我跟佩太年自己先去一个地方先旅游 但以前过往我们就会觉得说 一定要一家四口一起来plan计划 我们今天第一天到第十天要做什么 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习 能够接受 我跟妈妈先去哪个地方 我们先玩一段时间之后 你跟弟弟学期结束 你们再自己飞过来找我们 再加入 对 再加入 中途加入 中途加入之后 我们就已经觉得说 一个旅程未必要从头到尾四个人绑一块 但是我们可以分别就你各自的生活当下的状况 然后我们有共同的时间交接就OK了 对 而且安排那个旅游的内容 以前都是我跟永康主导嘛 现在有一些部分的天数 我们就让孩子自己去规划 变成他们带着我们走 然后他们带我们去吃他们喜欢的餐厅 去他们喜欢玩的地方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过程 对 还有就是 其实前几年啊 每一次我们会落泪 舍不得分开 都是在机场 然后拥抱在一起 say goodbye的时候 我每次都哭到不行 后来我发现 那个哭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有些许的是不放心 还有更多的是担忧 对 可是当一件一件事情 还有一天一天累积下来 我看到了孩子的成长 这一次呢 我们分开的时候在机场 我不但没有哭 而且我更加的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因为我已经懂了 我也放心了 我也知道他们可以过得好好的 他们可以在生病的时候照顾自己 可以在家里发生了一些状况的时候 解决问题 我不但放心 而且我很期待看到他们 有属于自己不同的人生 然后也可以找到 值得陪伴他们的伴侣 未来 未来 那因为放心了 所以这一次就可以勇敢地放手 一滴眼泪都没有滴下来 反而觉得更期待 我书里面写到有一段就是 佩珊跟孩子都在纽西兰 我要一个人负责搬家 把一家四口的家当全部从 我们以前住的山上 郊区搬回市区 搬家原因之一是 因为山上太潮湿 有时候偶尔我要去找他们的时候 山上很容易发霉 所以我必须要搬家 那一段时间搬家 我基本上很快疯了 你是一个很舍不得断舍离的人 对不对 我基本上如果佩珊在的话 可以很有效率 我做事情很有效率 但是断舍离对于物质的部分 我很容易 就是衣服不要尺寸不合什么 我可以很快就做出决定 我男断舍离的部分是在 情感的记忆 对 我举例 我也是 对 我们是巨蟹座的 我也是巨蟹座的 你不要告诉我你也A型 不是 我那段时间断舍离男的部分是在于 我整理孩子的抽屉 掉出了卡片 丢不丢 上面有怎么办 上面有爸爸我爱你耶 孩子的图画丢不丢 拍照之后丢掉可以吗 数位画可以啊 卡片呢 你就算丢了 那时候我光做这个分类 要不要丢啊 我就在想 很 很难啊 那个字弯弯扭扭的 这辈子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了 因为那个年纪写的弯扭 现在不会 好可爱 那个留 应该要留 那一留的话很多 对 那我怎么样去把它能够完全的收整齐 但搬家不就是应该清理一些东西吗 然后他们因为去的时候 国中毕业了很多书跟课本 我要帮他们做处理要丢 我每次一开车要抽屉 那些该不该丢 很难做绝的时候 我就我就开始进入 威士忌时间 叙酒啊 然后那个晚上可能就进入很多回忆里面 就无法打包了 那进度怎么办呢 一丝卡住 你收88箱要开88瓶 一次喝不完一瓶啦 但半瓶很有可能 就是那一个月 基本上每天都很昏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最无法处理的时候 我就只好视讯配衫 男朋友该丢男朋友 他就立刻在海外做决定 丢丢丢丢丢丢 我跟你讲我是怎么做 就是譬如说我真的很舍不得东西啊 然后我就会避人机把它撕 就是我撕一半 你真的很不能去念对 因为我就觉得 就坏了以后就飞丢不可了 会把它丢到水里面 丢到水里面 我会讲我会讲 就是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没有退入这样子 对 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断舍的部分是对于我来讲 刚刚佩珊讲到说 她可以在机场步哭了是开心的 因为她担忧了什么都没了 我的部分呢 是我会落泪是 对于过去很多很美好的画面 跟情感的部分是难舍的 所以那部分会让我落泪 但是相对取而代之的是 这一两年 我看到孩子进入大学之后 他自己的社交圈的开拓 跟学业的一些表现 那一个他现在拥有的一些 小小的不管是成就感 或他的环境的安稳 是让我能够同样感到骄傲的部分 所以我那个骄傲的情形 可以稍微取代一些 他们以前可爱小时候不见的失落 对我来讲 我是少掉了一个十二三岁 那个每天还会跟我们面在一块的孩子 但现在出现在我身边的是 比我高大魁梧 然后我拿出去 很让我觉得感到骄傲的儿子 所以女儿一样 所以是不一样的feel 你说感伤会不会存在 一定会有 但也会有其他的情绪进来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欣慰 应该是这样子说 我真的觉得 好想要自己的孩子长大 也可以跟自己 可以像有刚配战这样子的一个 很紧密的关系 然后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 很快很快 你会一眨眼就过了 那我还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我也常常在演讲当中 跟大家讲 要注意这一块 就是不要有透支的父爱 跟透支的母爱 就是说到孩子已经到了一定的成长 跟独立的阶段 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 不要太多的牵绊 反而是说 一定要提醒自己 你对你身边的那个老伴 要比对孩子还要再好一点 因为毕竟那个老伴 才是真正陪你走一辈子的人 帮你推轮椅的人 帮你翻身的人 我还开玩笑 开玩笑 拍坛的人 这讲得有点多了 但是真的就是说 孩子有孩子的人生 孩子有孩子未来的世界 那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身边的人 再更多一点点就好 你们两位要心理素质更强一点 因为你们只有一个 你们的那个失落感 我觉得会是 你们的失落感应该会比我们严重 一个孩子会数倍 是因为说就是孩子数 因为他是你们的唯一 那当这个唯一独立了以后 那个比重啦 心理的比重 而且又是女儿 对不对 而且是女儿 又是宝贝女儿 对爸爸的失落感可能会更强一点 来杯威士忌 来吧来吧来吧 我下次我介绍你几次好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永恒跟佩珊 那最后还是要请两位 就是给你们一家四口三个关键词 三个关键词 我拿一句话来勉励大家 那这句话呢 也是我们把它print出来 然后做成了一个画框 挂在我们家里 就是dream big 梦想要大 speak the truth 要说真话 诚恳 还有treasure your friends 珍惜你的朋友 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人 非常谢谢 我讲我的部分 你不能装美于钱 我们家从小到大 我就跟他们讲要吃吃喝喝争快乐 那如果说要三个词的话呢 我们家确实是认真工作 努力玩乐 不留遗憾 我觉得在每个阶段 我们我跟佩珊都有很多取舍 我们很多工作的机会 或者是想要赚钱的部分 职场上往上爬的部分 因为想要跟孩子在一块 所以我们失去了 好比说他们十多年前 我们去lone stay在牛西兰 然后我们获得了很棒的 亲子相处的回忆 但我们工作就没了 然后佩珊 她为了确保孩子在当地的成长 她的首边的职业就放下来了 我也是一样 我在去年回去找他们住了四五个月 我的节目也就没了 所以不是说一定会 在跟孩子会有非常多很好的 就你的工作也都是不用担忧的 要 要担忧 这只是一个取舍 没有平衡 那在这个平衡当中 就是自己也要有坚强的心理素质 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些变动 有的时候回想一下 你还是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 五月十分的时候觉得有点过不去 就为那个旅行 我居然掉了这么大的一个case 哎呀 不要留在遗憾中 所以我刚才讲最后一个不留遗憾 因为相反的就是 他们那个时间点 如果没有去的话 他们再也不会那个年纪了 对 我们国中毕业跟他们小学毕业 我们都分别去了一次很长的旅行 一个多月 那真的就很多工作那时候就都没了 对 我帮你做个结论啦 所以才说嘛 父母能给孩子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就是陪伴他们的时间 工作掉了再找就好啦 钱没了再存就好啦 可是时间这件事情是一去不复返 所以你给予孩子陪伴的时间 这才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 谨记在心 真的 非常谢谢两位 好 那最后呢 因为我们的节目很特别 就是我每一集来宾 我都会为你们 创作一首 专属于你们的曲子 对 这不知道 这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礼物 而且我想到的是 因为你们是一家四口 所以我想到的是有四条线 对 要怎么样去 你不妨做四首歌也我们也接受 OK OK 对 穿在一起 对 因为你的小孩 就是像儿子想要飞嘛 对 就是我会想到 他是想要当飞行员 对 对 我想到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旋律 他是飞扬的 可是底下有两个地 很就是在陪伴着他的 很厚实的感觉 对 是你们的旋律 对 你们的一家四口的 这个虽然说是分散的 一直往外面扩展的旋律 但是都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 哇 好期待喔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创作出来 对 我现在是现在 我刚刚已经准备要听了 我也准备要听了 没有没有没有 谁要播出的时候 播出的时候 对 太好了 但是是用这个概念来作为发想 更令人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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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永康跟佩珊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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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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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